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个放在热水锅中的青蛙 以无比的冲力把这个盖冲了出去 另外一方面它也跳到差不多五尺以上 五尺以外的一个地方 而它自己冲出去的时候虽然已经受了伤 但是三个实验室的人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把它抓住 另外一只的青蛙 静静默默 一点动静都没有 已经煮了很久了 这个水 但还是没有动静 结果后来这个水差不多已经开了 实验室的人才把这个盖打开 打开的时间 发现这个青蛙 还是浮在这个水面上 睡觉一样 结果他们觉得很奇怪 就用一些东西碰碰它 一碰 这个肚子就翻了 一翻了以后 原来发现这个青蛙已经死在水的当中 从这个实验室给我们看得见 一只青蛙要是在安逸的当中 因为它这个冷水里面 对它来讲太舒服了 所以它好像睡觉一样 当这个水温慢慢越来越高 青蛙 它的体温就随着这个水温 慢慢往上升 但是问题去到一个地步 它已经完全失去 它抵抗的能力 结果就在热水被煮熟了 它也不知道 今天我们要试想的这个教会 沙迪教会 你可以说它的情形 百分之一百就好像 这个在冷水中的青蛙一样 是沉睡的教会 首先我们来看看阶段的圣经 耶稣基督怎么样介绍他自己呢 第三章第一节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 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安明你是活的 其实你是死的 耶稣基督介绍他自己的时候 他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 欺心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也可以说 他是掌管每个教会的使者 掌管每个教会的牧者的一位神 那到底什么是欺凌呢 我们曾经讲过 这个欺凌是神的灵透差全地 什么东西都知道清清楚楚 但另外方面 也有一些的解禁家 那他看了这个欺凌 就好像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十六到二十七节 形容的神的灵 有七种不同特别的功能 另外方面 也有七种不同的一些属性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六节 称他是宝贵师的灵 他是宝贵师 是中宝 十七节 他是真理的灵 十八到二十节 他是与人同在的灵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是向人显现的灵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是内住人心的灵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是老师一般的灵 是老师 是教师 二十七节 是平安的灵 另外方面 也有一些的解禁家 就感觉到 以撒亚书的十一章第二节 形容圣灵同样 有七种不同的功效 第一 他是耶和华的灵 第二 他是智慧的灵 第三 他是聪明的灵 第四 他是谋略的灵 第五 他是有能力的灵 第六的方面 他是有知识的灵 然后第七的方面 他也是有敬畏的灵 但是 我们可以这样说 因为这个约翰福音 跟这个以撒亚书 并没有直接 来了去 跟启示录 第一章 三章第一节 来的扣起来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相信那些 都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其实内容方面 并没有太大的分别 主要是来到讲到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透差每一个人的心 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是什么 另外方面 他也知道万人 他的知不光是广 波 而且他的知是非常的深 能够进到人的内心的深处 能够知道人所想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看 这个沉睡中的教会 首先我们来看看 这个教会的本身 是落在一个沉睡的城市 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 本来沙迪 是个得天独厚的城市 它建于一个山顶之上 三面悬崖 萧比 很多强敌 在要攻打他的时候 都不愿意花太多的兵力 来攻打这样的一个城市 他们宁愿攻打其他的城市 也不进攻他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实在太难打了 你要攀上这个 那么悬崖的那个地方 来攻打他 是个非常非常费时 私事的一个举动 但是 这个城市的本身 并非完全没有瑕疵 因为有一个方向 它是有防卫 是没有 这个方向的本身 三面都有防卫 只有一个方向 是没有防卫的 但这个没有防卫的一个地方 是非常非常直的一个笑臂 那个地方 很多的人没有看到 这个城市的死月 正在这个表面看来非常安全的地方 很不幸 这个城市不幸的 在公元前的五百四十年左右 波士王鼓励 没有经过流血的战争 只能花了一个的晚上 就把这个城市攻占了 原来波士王并不是从正面来攻打他 乃是从悬崖当中 最悬最悬的那个边 最悬的那方面 只是用了一小队的勇士 便呼噜了那个国王 整个的成国就投降了 虽然他亡国了 但是波士王还是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待遇 再让他有自由 并且发展 当时非常有名的纺织 染布 艺术等等 把这个城市成为这些东西的中心 很可惜的 这个城市并没有从失败中学到任何的功课 还是疏于防范 这一边消避的地方 结果因为这个缘故 再过了两百年左右 亚历山大的一个大将 安提伯第四世 就好像古猎王一样 再一次来攻陷这个沙迪 两次的失陷都是在晚上 两次的失陷都是在沙迪的士兵 睡梦中的时候发生的 本来在祖前的第六个世纪 是个非常强大的国家 沙迪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一缺不振 成为别国的略物 为什么呢 沉睡 不仅仅 我们看见 在当时教会 也是受到这个城市的影响 也是活在这个沉睡的光景当中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得看见 教会世俗化 城市怎么样 他就学得怎么样 而带来的结果 这个城市的教会 也变成是个沉睡 在恩典中坠落的教会 我们现在就来着看看 神怎么样来着去讲 这个的教会呢 我们一起来着看看 第二节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说 按明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第二节 你要警醒 兼顾那圣下将要衰违的 或者是将要死的 因为我见你的行为 在我神的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见神对他的责备 是怎么样呢 看他的行为 或者是看他的工作 看他的表现 看他的生活 这个字 elga elga 这个字 其实这是工作 没有一样是完全 换句话说 妈妈乎乎 懒懒惰惰 得过且过 沉睡 好像那个清官一样 完全不紧张 我们对人灵魂不紧张 他们对弟兄姐妹 能不能够在灵类里面长进 不紧张 到底有没有一些异端等等 不紧张 弟兄姐妹的一个属灵的光景 不紧张 连每天的灵修 也错过了 这是一个沉睡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神对他说 李安明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徒有教会之名 确实没有教会之实 就好像一个社团 交际的场所 信徒也只是挂名的基督徒 那到底死的教会 死的信徒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绝对得相信 这个是指着灵性的方面而言的 第一 没有果子 对人的灵魂没有负担 根本不关心人的生命的问题 也不肯去传福音 也不会为到失伤的灵魂 甚至自己家里还没得救的人祷告 其实 别人也没有办法从这些信徒的生活中 看见基督的爱 也没有办法能够看得见 基督徒有的 应该有的 和平 喜乐 温柔 良善 节制 忍耐 盼望 等等 这些的果子 第二个方面 安明是活 其实是死的信徒 死的教会 是没有生命力 没有进步的 三十年前 属灵的光景怎么样 现在的光景也是怎么样 二十年前 属灵的光景怎么样 现在还是这样 十年前对神的 留纪有多少 到现在还是一样 以前是吃奶要人喂的 现在还是吃奶要人喂的 以前的生命力怎么样 现在的生命力也是一样 以前的生活 价值观 人生观 人生观 道德观 我们的成功观 我们的失败观 苦难观 死亡观 怎么样 现在还是一样 完全没有分别 弟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安明是活 其实是死的一个教会 或者是安明是活 其实是死的一个信徒 因为弟兄弟兄姐妹 十几二十年前 从美国的大学毕业了以后 就回来远东这边来着工作 回来了以后 都发现 每天的生活非常忙碌 因为在公司的当中 他在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金融的公司 来了上班 公司里面的人 每个月最少有五次到十次 有人请客 他开始的时候 为了要认识那些的人 所以呢 就常常就去 常常 去这些的喜宴 去这些的应酬 这些的东西 慢慢 慢慢 他发现 别人请自己 自己不请别人 不好意思 说他结婚 又是请 周年纪念 又是请 生日 请 孩子满月 也请 结果呢 公司里面 就变成一种风起 每个礼拜 都有一次 两次 三次 这样的一些的请客 吃 就是吃 任何理由 都可以成为 他们的交际 应酬 吃 的一个的借口 慢慢 团契没时间 零修 因为吃得太晚 每逢去饮宴的时间 六十公后 到九点都没有得吃 回到家中 已经十二点 那第二天早上 当然没精神 没精神 你在隧道 差不多要上班 你才起床 带来的结果 灵修 没有了 到后来 慢慢 连崇拜的习惯 只是 勉强维持 最 可以说是 最晚 最晚开始的 那一堂的崇拜 其余的 一切 信仰有关的 侍奉有关的 全部都没有了 这位的弟兄 经过一段的时间以后 婚姻出了问题 出现了第三者 当我去关注他的时候 他非常懊悔 因为他的太太已经坚持要离开他 他懊悔的是什么呢 懊悔的是他已经好像 死了的人一样 已经完全没有一种洞察力 对喝酒也好 对女性 与他相处的界限也好 对各方面 道德的方面都好 都已经完全失去一种警觉性 因为这个缘故 同事怎么样做 他也怎么样做 别人的风气 也变成他自己的行为的一部分 幸好 他很认真悔改 悔改了以后 离开那个公司 跟着下来 我也劝了他的太太 原谅他 再次来接纳他 因为他认真的态度 连高薪的工作都不要了 离开了 他的太太就给他一个机会 后来他就出来了以后 到一个基督徒的设计来的工作 到了基督徒的社会的企业 来的工作以后 慢慢 就因为里面 公司的人都是非常热心爱足的人 他们有了复兴 家挽回了 孩子不再需要心惊胆跳 挽回了 我为他来的感恩 但是要记得 沉睡的教会 沉睡的基督徒 往往在一个沉睡的环境当中 缺乏一种警醒 带来的结果 很容易也变成沉睡的 沙迪的教会 不光是这样的一个教会 他也是 他的行为 他的工作在神的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世人的面前 他或许有工作的表现 但在神的面前 却是一无可取 他弄错了 侍奉的对象 他的动机也变直了 完全离弃了神的旨意 很多的时候 我们拜访一些的大忙人 就是基督徒 邀请他们参与侍奉 他们的理由往往都是 我很忙 我很忙 的确 今天在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忙忙忙 但是最重要不是忙与不忙的问题 乃是忙什么 到底我们忙的是一些短暂的东西而忙呢 乃是为了一些永恒的东西来的忙呢 我们忙是为了一些一定会失去的东西忙呢 还是为了一些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来的忙呢 我们忙是为了可变的东西忙呢 还是为了一些不可变的东西忙呢 当中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分野 弟兄姐妹 理由怎么样呢 第三个方面 我们看见这个圣经也提到 不光是沉睡的城市 也不光提到一个沉睡的一个教会 他也是给他一个起始回生的方法 这个起始回生的方法 到底是怎么样呢 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 第三节 所以 你要回想 你是怎么样领受 怎么样听见 又要遵守 并要悔改 若不警醒 我必临到你那里 如同贼一样 我几时临到 你也确不能够知道 我们看见一个起始回生的方法 有三步局 第一步局 回想 回想 你们是怎么样领受 又怎么样听见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回想到 主为他们所做的是什么 福音 给他们的应许是什么 给他们的盼望是什么 他们信主后 他们的经历 神在他们身上的大能是怎么样 要回想神的恩典 第二个方面 要回到圣经的话语上 重新立定我们的志向 千万不要把娱乐 工作 派对 应酬 置于属灵的掌进的上面 千万不要把短暂的东西 看成非要不可 乃是要把永恒的 放在我们的priority 放在我们的优先序的当中 这个才是最重要 有威乐弟兄 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这威乐弟兄从哈佛毕业了以后 他心智就是要侍奉 结果在那个大公司 工作了几年以后 他依然离开了他的工作 然后跟他下来要做宣教 结果就在那个时间 他收到有一份 是中国开设的一个公司 他们邀请的是一个CEO 因为有好多的人 介绍这位的弟兄 因为他实在是非常棒 管理任何的东西 恩赐好谦卑 跟人的关系非常好 而且他的情绪智商 历经的智商都非常的出色 结果在见面的时间 那些的董事见完了以后 每个都觉得非常好 结果就邀请他来加入 他们给他的连薪 是五十万美金一连 怎么知道这个弟兄 他听了以后 对他们说 对不起 你们还是找另外一些的人了吧 因为当我问完了 你们公司要做的是什么 你们的使命是什么等等了以后 他说我发现 跟我所想的有些不一样 所以你们就另外请人好了 后来 这个董事会的人 在继续来讨论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给的薪水不够呢 我们的待遇不够呢 结果有人就提计 我们倒不如给一百万美金 一连的薪水 带着给他 结果 再次找他来来谈的时候 董事会的主席 跟他谈完 回到董事会 对他们说 他要的不是钱 他要的是能够真真正正 影响人的灵魂的一些的机会 要是公司不能够提供这些的机会 他不会来的 他说他并不是要钱 才离开以前的公司 他乃是要一些永恒价值的东西 才离开 结果后来 他加入了一个的机构 给他的薪水是什么呢 给他的薪水 只是三万块一年的年薪美金 三万块一年 他去做 一百万一年 他不要 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看中 不是短暂会失去的东西 乃是永恒不会失去的东西 这位弟兄在讲见证的时候 他挑战弟兄姐妹们 到底我们今天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们要留意 要是我们回到圣经的话语 能够看见什么是重要 什么是次要 什么才是有永恒 什么不是永恒是短暂 什么是得了永远不会失 什么得了始终会失 他把这些的东西 一定融会贯通 然后实行真行 第三个方面 真行 读经不是为了头脑多一些的知识 乃是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行出来 这是非常重要 开派对 不是不好 要是我们的派对 乃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里面 有机会讲见证 传福音 没有问题 但要是这些 只是吃喝玩乐 这些的派对 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值得吗 值得我们把那么多的时间 投放在这些短暂的东西吗 第三 第三部局就是悔改 悔改原来的意思是心思意恋的改变 然后跟着下来 有一个行动上 180度的回转 神要求杀敌教会 你一定要这样行 否则就没有办法避免死亡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不悔改的人 他们会怎么样 悔改的人 他们又会怎么样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要是不悔改的时间 神会临到他好像怎样 到底什么时候临到 他们却不能够知道 跟着下来 那对那些悔改的人 又怎么样呢 第四节到第五节 然而在沙迪 你还有几名 是未曾无畏自己衣服的 你们要穿白衣 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佩德得过的 凡得胜的 必要这样穿白衣 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 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的面前 和我父众众使者的面前 认他的名 这段的圣经 清楚地知道 那些没有随留足屋的人 他们要承受的应许 以及赏赏 那些洁身自爱的人 要穿白衣与主同行 白衣代表什么呢 第一 是得胜的记号 第二 白衣是出席高阳婚宴的礼服 这是个婚宴的礼服 换句话说 我们是能够真真真真 被邀请去到高阳的婚宴 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成为主角 有机会在那个方 得荣耀 第三个方面 白衣也是洁净圣洁 与复活的形体 这些的特征 所以我们都看得见 白衣是圣洁的 在神的面前 我们已经完全诚意了 白衣也是将来与他 一起作王 一同作习的一个表示 也是得胜的表示 第二个方面 对着这些 没有水流足屋的人 洁身自爱的信徒 神说 他一定不会在生命册上 涂抹他的名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要记得 不信的人 是不会记在册上的 但得救了的人 是不是在册上只有救恩 没有其他的东西呢 那要是说 不会涂抹他们的名 是不是说 他们的救恩 就可以保存 否则就不能够保存呢 那么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 一次得救 是不是永远得救 从圣经的观点 那是必然的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但是 为什么摩西 这样来的说 宁愿 积极 从这个 生命册上 从这个册上 涂抹他的名 为什么他这样说 其实 原来在这个册上 记载的 我相信 不是光光 永生的方面而言 乃是指着 将来在神的面前的得赏 与主同作王 都有关的 否则 诸位积极的三十二章 三十二节 摩西的恳求 跟诗篇六十九章二十八节 诗人的经历 都应该好像 没有可能发生 所以我们相信 主耶稣在来的时间 在地上建立 耶和华的王国 千禧年的国度 千禧年的国度 建立了以后 将来有很多的人 与他同作王 这些的人 他们的名字 在这个册上 是有的 而且神不会把它 涂掉 另外一方面 耶稣也说 他也会在神的面前 在父神面前 在父神的使者的面前 认他们的名 换句话说 这是公开 在众人的面前 表扬 这些持守 神的话到底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我的希望各位 能够紧紧地记得 得救不光是永生 得救也是关乎 一个丰盛的人生 哥兰多后书的 一章第十节 讲到他曾经救我们 脱离了极大的死亡 现在还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 我们指望他将来 还要救我们 这个救恩有三步局的 第一步 是一次过成就的 曾经发生的 这是从罪 从永远的死 从撒旦的权势 这些咒作的当中 脱离出来 这是关乎永生 第二 现在还要救我们 是继续不断地救 在各种的环境的当中 从灵性的低潮 从试探 从治病 从各种不同的逆境 他要救我们出来 这是生活上 这是有条件性 我们越是有信心 跟随主 越是紧紧地靠他 越是圣灵充满 就越是能够经历 这一种丰盛的人生 第三种 保罗说 并且我们指望他 将来还要救我们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不光是指导 我们身体的得俗 也是指导 我们与主同走亡 将来的赏赐 等等而言 因为这个缘故 弟兄姐妹 不要以为 一个人的得救 只是得永生 每个人得永生 将来的光景都是一样 这是错误的 这个地方提醒我们 将来 你要在神的面前 问心无愧 就好像 我们参加某些的比赛 我们明明可以拿奖的 但因为我们的不认真 结果那个奖 就失落了 练书的学生们 明明你们可能在那个 那个科目上可以拿奖的 但因为积极 骄傲 得过且过 白白白的 眼巴巴的 看着那个奖 就被别的同学拿去 我告诉你 纵使我们的成绩 还是很好 还是可以升级 升班 但你看见 你应该有的奖 拿不到 是因为你积极 得过且过 不认真的话 我相信 你都会有一种 哀哭切齿的表现 将来在神的面前 肯定都会有这样的人 这个书信 似乎特别是针对我们这些 在恩典中的信徒而言 若我们容许积极沉睡 不警醒 不祷告 不读经 不努力追求长进 反而容让一切 属世的东西 占据了我们的时间 我们将来 也会有 有好像杀敌教会使者 那样的立场 但另外方面 要是我们警醒 度日 不随波逐流 我们看见我们的神 已经预留 丰盛的人生 与他同 做王的 这个应许 预留给我们 与他一同来的享受 你要 这样的赏识吗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 帮助我们 面对 这个世俗的世代 引诱越来越多 你保守我们的心 因为肯定看见 这切的东西都是短暂 得了 始终会失去 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把握 能够保守那些东西到永恒 既然如此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把握现在 投资在永恒 有价值的东西上面 免得我们将来 后悔莫及 听我们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